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Real Canada有料加拿大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法律法律顾问世景思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则重磅消息 就是加拿大发布了预算报告 包括了六大福利和四项征税 和所有的全包都息息相关 加拿大呀 这是两年以来的第一个预算案 长达739页 包含了海量的计划 联邦预算案说白了就是 联邦政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打算怎么发福利 花多少钱发福利 怎么征税征多少税 以及最后盈亏如何的 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因此预算案里面的所有内容 都和所有加拿大的居民的钱包息息相关的 那么在这次的预算案里面 有几大核心的重点 我要给大家拿出来做下介绍 首先的第一项就是全国的托儿计划 这个计划是为了降低托儿的费用 政府计划在未来的五年里面 投入300亿加币 设立永久性的资金 以实施一个全国性的托儿计划 降低托儿的费用 解决早较人工短缺的问题 托儿费降至平均每天10加币 那么接下来 会有加拿大的复苏雇佣计划 新员工补贴在未来的五年里面将创造新高 在未来的五年里面预计将创造50万个新的培训和工作机会 加拿大政府并计划拨款数十亿加币 用于鼓励创新 雇主新招员工提供每位员工 最多1129加币的补贴 为期四周 接下来就是15加币的每小时的最低时薪计划了 在这个预算案里面 设立了15加币每小时的联邦最低时薪 并且会随着通胀进行调整 最低的时薪已经超过15加币的省份 最低的工资将继续提高 还有一点就是推出了中小企业的扶持计划 实施税收激励 也帮助小企业适应电子商务并扩大业务 商业支持将项目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小企业将获得购买技术的补贴 中型企业将获得无息贷款 在未来五年里面会以现金的方式提供5000万加币 以使企业家都能够更多的更容易的获得风险投资 这些措施将会在四年里面汇集16万个中小企业 最后一点就是学生助学金翻倍 政府将会把加拿大学生的助学金增加一倍 也就是说现在计划将会在每年最多支付 6000加币的学费的援助的基础上再延长两年 而且还将免除学生贷款的所有利息 直到2023年的3月份 那么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提念出来的这个预算案的重点 节目的最后呢 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个网站叫家园百科 它是指关注加拿大的网络百科全书 不论你想了解加拿大的移民留学签证信息 还想了解工作文化方面的权威资讯 都可以在上面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我是市井瑟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再见